葛县能水墨云山画展在台湾文献馆昆岛风华特展室 展出约50幅的水墨山水画作 其画将笔墨、心、意合而为一而造就出独特的风格 欢迎喜爱水墨画的在地乡亲 丽林文献馆参观指教 葛县能水墨云山画展与文献馆昆岛风华特展室展出 葛县能先生是南投艺术家 水墨山水之创作已立三十载 其画内运自然之境 以成方村中之山水异境 具现于画作 若分而观之 则见云雾其运凝动 山风有境挺拔 若整体观之 其去世或磅礴大气 绝秀异境或间而有之 幅幅不同 葛县先生事实上他是南投土生厨长的艺术家 祝东辽 葛县先生他不是课班出身 可是他对这个艺术的精进 跟热爱的这个知心 他不厚人 那我们看他的一个山水画 他是比较重视 那所以说他感悟到这个天地之势 内运在方寸之间 然后将他要拿于这个纸上 那所以说你看他画的山 是非常的厚重挺拔 那他的这个云 是这个气域灵动 所以说他表现在大地 大地上面的 有时候是气质蓬勃 那有时候又是非常的沉稳 静涩 那或者是有时是两者都有 那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表 他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他的神韵 比他的外形 还要更 更 更有形 葛县能先生多年来 也奔破于各式文化论坛 介于开阔眼界 并博采各家之常 以争议体身 对于画作已是精益求精 常为其维画 是将笔 墨 心 乙 何 为一 并将法 天地 自然 以及其所修阴阳五行之学 禅学 武学 融入作品创作之中 才造就出其独特风格 因为他多年以来 都以他的一些同好跟学生 以自然为之 走遍了两岸的所谓的 山川和民胜 那他也参与各种 比如说中日 美国 韩国 墨西哥 他们的一些文化论坛 藉此能够开拓他的一些眼界 博采各家之常 来增进自己本身的 所谓的艺术上面的功力 那对于这个画作 他也是非常的精益求精 他说他的画 是将笔 墨 心 乙 就是合而为一 那他将这个法天地自然 跟他自己修行的 这个阴阳五行 禅学 武学就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造就他这个 比较特殊的这一个风格 葛县能水墨云山画展 在台湾无线馆昆岛峰华特展示 展出约50幅水墨山水画作 展期到107年3月26日为止 欢迎喜爱水墨画展的乡亲 历龄参观指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